过年的餐桌上怎么能没有一道甜食呢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用山药做一道甜菜 还特别的解腻 我们选择起粉的山药 切成同样大小的小长条 再从中间切开分成两半 锅内倒水 把切好的山药条倒入清水当中煮至 在煮山药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橙子处理一下 削去外皮 选两片橙皮 片除多余的白膜 再切成细丝备用 将橙子肉切成小块 放入到料理杯当中 打成橙子汁 用漏勺过滤一遍橙汁 接着往打好的橙汁当中 加一些白糖搅拌均匀 煮到山药用筷子一夹就能够夹断 就可以捞出来了 放入橙汁的碗内浸泡 撒上一些橙子皮 浸泡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最后装盘 这道橙香山药条呢 就做好了 吃起来啊 酸甜可口 喜欢的朋友 不要错过哦